Hello 大家好 我是高宇儿 我在烈火军校里面 试验战容这个角色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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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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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你老师把它撑开 然后拍好看 只需要一张导箱 对 多便宜 录像 录像 拍这个戏其实很辛苦 经常在大太阳底下 30多度 甚至到了40度 我并没有听高宇儿 喊过一声心喊 都是非常惊艳的一声 我觉得显荣的性格 和他的特点 可以放在一起说 就是 他是一个多面人 我最开始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半 还是一半火焰 然后再到后来 自己了解他更多之后 我觉得他不仅是 一半还是一半火焰 他是个切面人 他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比如说他的事业方面 然后再有他的感情方面 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非常圆滑 绅士又非常复杂 然后非常可怜 非常悲剧 但是又很霸气 然后刀劲无眼的 那么一个人 毕竟显荣 她是一个有军人气质的 这么一个女性 然后我当时就跟我们的 武术导演说 我希望我能学一些武士刀 第一是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打戏 就是跟杰江也好 然后跟其他的角色也好 我是有用到武士刀的 我觉得提前训练一下 对我整个人对角色的把握 是有好处的 对于剑容秀的角色 我不敢说我演绎的有多么的完整 做的有多么好 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能接受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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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